在封建科举考试时代,人们以中状元为荣典,状元被称为殿传宫,因为是殿士魁首,又被称之为天子门生。 虽然说,古时候人们以考中状元为光耀门楣的大事,可若是这件事情被放在封建王朝晚期还算得上是好事吗? 刘春林虽然成为了状元,可没过几年,大清就没了。 但是,经历时代动荡更迭的刘春林,仍然对得起状元这个知识分子精英的绰号。 那么,今天就让我们看看状元狼刘春林的传奇一生吧。 第一人中最后一人 其实,刘春林也算得上是才华横溢,尤其是在书法上造诣深厚。 擅长小凯,至今她的书法作品都被后人广为流传,奉为经典,公元1904年,遂赐贾臣。 这一年,恰逢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,为了举国同庆。 她特地在科举考试中增加了一颗,史称恩科。 而刘春林恰好抓住了这个机会,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 在电视中,共有四道策论题,限时一天完成。 当所有考生完成试卷后,会由专人密封拿给阅卷人统一评判。 最后再判定魁首。 当时,考完之后,认为刘春林应为第一的。 仅有一人,其余的人认为刘春林不足以为状元。 最后,经过所有的阅卷人审阅,决定朱汝珍应为第一,刘春林辞之。 不过,贾臣科考主考官在阅卷后,就将前十名的考卷呈送给了慈禧太后。 这第一份试卷自然就是他们认定为魁首的朱汝珍。 慈禧太后对于书法喜书诞,厌恶无方。 因为这笔字,慈禧便否定了朱汝珍,觉得他不能成为状元。 等到慈禧翻开刘春林的试卷时,首先就是被他一首好字迷住了。 因为这笔好字,慈禧太后便端详,随后又开始自言自语道,这字眼熟呀。 看到老佛爷大悦,他身边的女官赶紧接话说道,这不就是老佛爷抄写经文的举子刘春林的字吗? 刘春林因为和朝中一位叫做陶世云的大臣有过往来,是他的家庭教师,深受他赏识。 为了提携刘春林,他特地将其举荐给了慈禧。 慈禧听到身旁女官一说,连连点头,说,不愧是写的一首好字,好,好,好。 因为这一点,慈禧在评定谁为这一次科举考试的状怨时,就想到了写的一首好字的刘春林。 就这样,刘春林成为了贾等第一名状怨狼。 其实,关于刘春林状怨之名,在民间有很多的说法,很多人都认为单凭刘春林的才能,不足以打败朱鲁针登顶榜首。 民间传言,慈禧太后之所以要增开恩科,除了因为她七十大寿举国同庆之外, 还因为当时清王朝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境地,她也希望能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。 也有人说是因为原定的状怨朱鲁针的籍贯和她名字中间的真字,犯了慈禧的忌讳,所以才让刘春林捡了个漏。 将朱鲁针挤了下去,自己才成了魁首。 无论是何种原因,刘春林都成为了历史上可输一笔的末代状怨。 为人终止但试图坎坷。 状怨吉地后,刘春林进入了汉林院。 当时,清政府有选拔人才前往海外学习的计划。 次年,刘春林和同科进士沈君如,王一堂一同受朝廷安排来到了日本求学。 学成归国后,刘春林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赏识,其中袁世凯就曾举荐他参与新政。 随后,他的三位老师也曾联名宝举他入阁,但均未成功。 自此看来,刘春林虽然贵为科举状元,又是刘洋归来,但始终是官无实贤。 远远不如同科举诸人。 除此以外,刘春林自身也有很多的缺点。 身处官场这个大染纲的刘春林却不善交际。 一度以袁世凯为靠山,可袁世凯却树地颇多。 这也连带着他处境尴尬。 而且,刘春林此人性格极为自负,自视状元,孤高自傲。 曾经,京城中有一家染房希望他能为其写招牌。 他却勿将染上的酒写成了丸。 当这个错误被人发现后,刘春林为了不丢面子。 竟然反过来训斥他人,还说自己这是故意为之。 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不拘一格。 后来,刘春林进入资政院担任议员。 在他任职期间,素来以号批评著称。 他自己认为,虽言辞激烈,但都是为了国家。 始发于钟爱之制城。 清朝灭亡后,刘春林一直都隐居北京。 中日以诗词书画消磨时光,好不自在。 1914年,袁世凯掌握了中华民国实权后。 将其招入总统府,但只是做一些杂物。 就连他自己都自嘲为战狼官,只不过是面子功成罢了。 当袁世凯一行人开始准备打着复辟帝制的旗号称帝时, 刘春林觉得自己说不定可以靠着这次有一番作为, 于是便积极加入其中。 后期,刘春林来到了农事试验厂工作, 开始主力研究农业问题。 也因此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。 1917年,张勋复辟。 此刻,一心想要大清王朝重现辉煌的清朝遗老们重现江湖。 而末代状元刘春林就在其中。 当时,刘春林可谓是极其风光, 还曾经代替徐世昌总统来到山东祭祀孔子。 几年后,刘春林就开始退出政坛, 他辞去了公职赋贤在家, 整日与书画为伴。 虽然隐居不适, 但是他依旧对国家前途颇为关心。 一日为中华人,一生不复国, 宁做华盖,不当汉奸。 918事变后,日本直接和中国撕破脸, 开始大规模入侵, 肆无忌惮地屠露我国国民, 侵犯我国领土。 不久之后, 他们又开始扶持清朝废地溥仪, 在东北建立了维满洲国。 建国后,为了形成规模, 他们开始招兵买马。 而溥仪也想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实现复辟。 于是便开始在社会上招揽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为自己效力。 溥仪就想到了曾经的状元刘春林。 为了促成此事, 他直接将这件事交给了郑孝虚, 让他赶紧去找刘春林说明此事。 根据当时的记载, 郑孝虚此行可谓是诚意满满, 不仅带着溥仪亲手签署的诏书, 还带了许多东北特产。 毕竟, 刘春林当年可是全国文人的魁首, 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。 若是他能够出任维满洲政府的教育部部长的话, 一定会为维满政府招来很多的能人。 可当他们来到刘春林家, 说出了自己的来意后, 却遭到了拒绝。 刘春林表示自己体弱多病, 都已经年过六旬, 实在是无力在担任重职。 刘春林此言, 就是直言拒绝, 也直接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 绝对不可能和这些不义之徒同流合污。 可郑孝虚依旧不甘心, 一个月后再度登门拜访。 这一次, 刘春林并未给过他面子, 直接毫不客气地说, 今日之君已非昔日自己效忠之君, 我也不是愚中之辈, 岂能和你们一起回我自己的名誉。 两次登门之辱, 让郑孝虚止步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 日军不断攻城掠地。 面临着国土的丧尸, 无数国民痛心疾首。 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深入, 日军还逐步推进经济侵略。 在许多城市销售日本商品, 也出现了很多的日本商会。 随着日本商铺的普及, 他们开始寻找书法家为自己的店铺写点额, 增光天才。 而刘春林的书法举世闻名, 甚至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, 享誉京城。 当时, 很多的日本商人都听说了刘春林的事迹后, 纷纷想要登门请他为自己的商铺赐字。 很快, 有一个日本商人就不请自来, 希望刘春林能为他的商铺提笔写台点。 看到侵犯自己国家的日本人, 刘春林直接一点好脸色都没给他。 再明白了他的来意后, 更是直接拒绝, 然后送客。 可没过几天又有一个日本商人前来求自, 还拿着巨额的赏金诱惑刘春林。 面对这些人, 刘春林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, 绝对不可能为侵犯自己国家的敌人写牌匾的。 这是他作为中国人的骨气。 面对日本人接二连三的登门, 刘春林毫不客气地将他们拒之门外。 自从七七事变后, 中国首都北平就建立了日伪政权。 这个时候, 他们也想像韦满洲政府一样, 找一些中国名流称门面。 于是, 就找到了刘春林, 希望他能够担任北平市长。 汉奸王一堂自适和刘春林是同窗, 关系匪浅, 来到了刘府请他出山。 可刘春林岂是如此贪慕虚荣的人, 面对与自己的立场截然不同的王一堂, 直接将其赶出去了, 还放下狠话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。 在王一堂的眼中, 自己好心好意, 可刘春林竟然如此不识好歹。 就不要怪自己不念昔日同窗之情了。 王一堂直接派兵闯入刘春林的家中, 将值钱的东西全部都抢走了。 面对他的小人行径, 刘春林不屑一顾, 以坚定自己的立场, 就算是在街上乞讨, 也不可能去做奴言蔽息的汉奸。 1944年, 刘春林因为突发心脏病在北京病逝, 中年72岁。 因为是状元, 刘春林的一生遭遇过很多的事情, 大起大落, 但也还算是平稳。 但也因为这个明显导致自己一生都在被用心之人惦记, 壮志难愁。 作为封建晚期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士, 刘春林的一生也许没有很多的建树。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, 不管是身处哪个时代, 刘春林都是一心为国。 他永远对得起自己状元的称号。